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光之前》的话 他的内容其实是讲三个人 一起穿越这个山洞 所发生的一个奇幻而又诗意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最后信基督的这个哥们走出来了 走出来之后他就念了一首诗 当时对信仰的认知 就像结尾的两句诗一样 野草在风中祈祷 枯叶走进了天堂 然后这也是影片所表达的 一个核心的内容在里面 另外一个转身呢 是一个记录短天 拍的就是宋庄的一个艺术家朋友 和我很熟悉的 而记录的就是他突然有一天 回到宋庄 然后收拾自己 那个破败房子里面的行李 那包括几百张画 然后还有一些书 最后他参加一场画展 参加了一场礼拜 最后在一个很安静的清晨 然后就彻底地离开了宋庄 那在这个片子里面 我选择这样的一种固定镜头 一个一个的 就像剧情片一样 非常冷静 冷静到就有一种疏远 也有一种残酷 我们在没有信仰之前 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至少在我这里来讲 它是很虚空的 很混沌的 那有了信仰之后 它是很清晰的 所以在创作的时候 更多的是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对人的理解 对生命的理解 那之前它是比较虚空 或者之前是比较平直觉性的 但有了信仰之后 那个认知 也可以说是之前的促性 也可以说是之前的颠覆性的认知 所以它是潜移默化的 比如说 我们在处理一个创作的时候 对这个生命个体的一个观看 和我们有了信仰之后 对这个生命个体的观看 是不一样的 之前可能就是更多的是 凭所谓的知识分子的角度 或者说人性的直觉的角度 在创作上可能去有这种同情 有了信仰之后 它就会把这种同情具体化 它可能会想让这个生命被神光照 就你有了这个信仰之后 你首先还是对自我的改变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更重要的 不是我们有了这个信仰之后 去做的东西去改变它 更重要的是改变自己 当自己改变了之后 你去呈现的作品 可能和没有改变之前 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还正在拍嘛 可能后面做出来 也会和我现在所描述的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主体的一个思想就是 它是关于生命的故事 就想通过一个概念嘛 因为概念就是 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一条河流 所以它是关乎 这条江流域上这些个体的生命 像江河一样流逝 我想把这些流逝的生命里面的生命 去记录下来 从侧面或许也记录了 这条河流的一个变迁 那河流它也是有源头的 那生命也是有源头的 那这个源头在哪 这就是我影片里面的一个追问 也是对生命的一个追问